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名誉 财富 才华于一身的海明威已经达到了人生顶峰 为啥会选择开枪自杀海明威红上面的照片 我们能够看得出小时候的海明威是非常帅气的 海明威的童年时光在美国瓦龙湖的农舍中度过 母亲希望她能在音乐上有所发展 但海明威却承袭了父亲的兴趣 如打猎 钓鱼 在森林和呼坡中路营等 在中学的时候 海明威就显露出了文学上的天赋 同时为两个文学报社撰写文章 后来成为了学报的编辑 高中毕业后 海明威拒绝入读大学 以18岁之灵到了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刊诚新报当记者 正式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这一点 海明威与美日汉字编辑的工作经历类似 不过本人没有海明威的才华 老人于海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不顾附近的反对的海明威辞掉了记者一职 并扛视加入美国军事 以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情况 海明威由于势力缺陷导致体检部及格 只被调到红十字会救伤队担任救护车司机 前往意大利前线途中 她在德国炮火轰炸之下的巴黎逗留 她没有再安全的旅馆停留下来 反而尽量接近战场 海明威在意大利前线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米兰附近的一座弹药库爆炸 一个临时停尸 场中的女尸多余男尸 定海明威极为镇静 1918年7月8日 海明威在输送不及品时受伤 并把意大利商兵拖到安全地带 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她引致勇敢殉章 后来海明威在米兰一个美国红十字会的医院工作 她早期小说永别了 武器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此 而真正让海明威走上人生巅峰的还是好 人与海的问世 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捕鱼的故事 告诉人们人可以被毁灭 但绝不能被打败 老人于海发表后引起轰狠大的动 创下了48小时卖出500多万本的销售记录 这是她最巅峰的作品 也是她最后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 海明威1941年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不服老的海明威 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 侦查德国潜艇的行动 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前克格勃人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 获准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 结果她惊讶地发现 海明威竟然曾于1941年 被招募为克格勃间谍 代号阿尔哥 可惜没有天分 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944年 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 再一次飞机失事终受重伤 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她获得一枚同志奖章 然而1961年7月2日 海明威选择了自杀 为什么会自杀呢 让人们产生了无限猜测 海明威一 疾病困扰晚年的海明威患上了皮肤病 肝炎 肾炎 高血压 抑郁症等疾病 身体每况愈下 二 无法突破自己老人于海 是海明威最成名的作品 她一直想突破自己 再创作出一片比这部还要好的作品 然而海明威无论如何努力 也做不到 这种痛苦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所以海明威选择了自杀 三 对国家的失望 一战 二战 海明威都参军了 且都获得了荣誉 但是 她对国家失望极了 发现并不像国家说的那样 为了世界的和平 而是为了私利 后来 海明威甚至成为苏联间谍 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海明威对国家失望和不信任 觉得自己参与战争是一个被欺骗者 四 长期存在性功能障碍的困扰 她的几任妻子都因此受到了影响 一些无良的 有意 甚至利用海明威做广告 种种结合在一起 海明威最后选择了自杀 参考资料 海明威 老人于海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